各位好,我是生物醫學學院張智仁副教授 各位好,我是生物醫學學院張智仁副教授 很高興今天為大家介紹我們生物醫學學院的課程內容簡介 以及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和入學的條件 生物醫學學院希望透過廣泛去理解科學的知識 以及最新的醫療資訊去理解人的身體健康 以及疾病之間的關係 希望可以探索疾病的原理 然後可以提供一個可行的治療方法去改善人類的健康 為何大家選擇香港大學的生物醫學學院 我們有出色的研究和教學團隊 也有世界級一流的醫療部門 我們研究的成果很多時候都要得到國際的認同 我想舉兩個例子給大家的認識 第一個就是我們陳振昇教授 他在研究人類的軟骨和骨質疏鬆的退化 研究出色的研究成果 他縮骨發的文獻都是國際認可的文獻 另一位教授就是馬桂兒教授 他在江南的研究也進行了突破性的發展 他的研究成果也發表在國際上的文獻 也有突出的表現 現在讓大家知道我們生物醫學學院在國際上的排名 以及亞洲區的排名 國際上我們也是頭30位 亞洲區也是頭5位 我們生物醫學學院是在2012年成立 而第一批畢業生就在2016年畢業 我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統計 這個是我們收生 由2016至今年的年份 收生是逐年递增的 好似今年我們收到 有65位的本科生 是進來奏讀我們的生物醫學學課程 大部份都是透過Longiopress 去進入香港大學的生物醫學學院課程 我們學生的組成大部份 除了本地生 也都有為數不少的東南亞的學生 包括有馬來西亞、韓國、日本、巴基斯坦、印度 其實學生的成份都是很多元化 想讓大家知道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是怎樣 大部份為數有四成多的學生 都是公營和私營的商業機構 政府機構去就業 大概有三成的學生 是繼續從事碩士和博士的科研 無論在本地的機構和外國的機構 都是繼續從事碩士和博士的就業情況 也都有大概一成的學生 是繼續專業進修 包括我們香港大學的醫科課程 我們今年剛才說過 收生是65位的學生 是四年制的課程 我們課程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透過去理解 生物醫學的基礎知識 醫學的理論 綜合主要的核心內容 去培養將來的生物醫學優秀的人才 這是給大家一個總合的四年制課程的內容 頭一兩年我們都有主修科的課程 也有語言的遞真課程 也有通識課程 第三年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 可以繼續選修我們的副修或選修科 或者是我們有五個銜接的課程 是給大家選取的 最後一年本科生會有機會 去從事一個比較專題的研究 在他畢業之前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在暑假頭一至三年的學生 有機會去出國或者留在香港大學 從事一個暑期的研究實習課程 這是主要三個特色 我們的生物醫學課程的特色 第一個是暑假的研習課程 第二個是涵涉課程 第三個是副修科 這個暑期的研習課程 是為期六至八個禮拜 是給第一年和第三年的學生 本科生有機會留在香港大學 或者是去外國的其他一流學府 或者去本地的一些科研商業機構 去從事一個暑期的實習研究 希望提高學生的科研資訊 和研究的經驗 為期六至十個禮拜 我們生物醫學院也提供一些金錢的資助 當然我們會經過篩選 以及要符合某種學術的要求 才可以參與暑期的學習研究 剛才我都說過 在最後一年的學生 是一定要參與一個導修研究 是要選取我們生物醫學學院 其中一位教授 去進行一個專題的科研實習機會 最後他要透過口述 去表現自己科研 為期六至八個月的科研成果 以及寫一份報告 才可以滿足到畢業的要求 現在我想花一點時間去講一下 我們五個的銜接課程 在第三年 每一個生物醫學院的本科生 是有機會去根據自己的興趣 去選出自己的銜接課程 第一個就是在 愛丁堡大學的獸醫課程 每一位學生 到第三年 他們有機會可以去奧丁堡大學 去接受一個為期一年的銜接獸醫課程 或者去悉尼大學 去有一年的物理治療課程 另一個就是在美國的柏克萊大學 去一個公共衛生的碩士課程 另一個也是悉尼大學的方社治療課程 最後一個就是留在香港大學 去進行一個醫學專科的銜接課程 留在第一年的醫科生的銜接課程 除了最後一個是本科生 其他四個都是一個碩士課程 在愛丁堡大學是一個碩士的授醫課程 為期三年 第一年 如果學生在我們第三年的本科生 去到完成他第一年的碩士課程 再回來我們香港大學 完成他最後一年的生育醫學課程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繼續回去完成那三年後期的 愛丁堡大學完成他獸醫的碩士課程 他出來之後可以執業 成為一個獸醫 另一個就是在悉尼大學 是一個物理治療的碩士課程 也是一樣 他完成第一年的銜接課程 在第三年的本科生課程 然後回來再完成我們最後一年的第四年 畢業之後 如果他決定想回去 可以完成那一年半的碩士 物理治療課程 總共是大概五年半左右的課程 畢業之後 他可以直接出來成為一個物理治療師 這一個是放射診斷的碩士課程 為期大概 總共的時間都是五年半 他完成這個碩士課程之後 他都可以出來 留在香港執業成為一個放射治療師 還有一個是伯克萊大學 一個公共衛生的碩士課程 他總共的年數都是五年多一點 他完成這個碩士課程 他可以在公營機構或者私營的政府機構 去從事一些公共衛生的服務 我們另一個特色 生物醫學課程的特色 就是有三個選修課 第一個就是基因與基因組學的選修課 這個基因組學是對一些學生 希望透過理解基因組學的分析 人類基因的編譯 從而理解疾病的成因 提供一個更加適合治療一些疾病的療法 另一個就是醫學科技和臨床診斷 這個副修科對於學生 希望從事更深入一些最新的生物醫學技術 以及如何利用這些生物技術 去從事臨床研究 或者理解一些雙型機構 如何利用這些技術 去發揮治療的功用 對改善人類的健康提供一個更加實質的作用 還有一個是運動學 運動學就是透過學生去理解如何利用運動 去改善人類的健康 以及改善疾病治療的方法 到入學要求 下一年選修科的本科生入學要求 這就是從一個正常的Jumus 經過DSE的考核 我們有基本要求 至少要通過中英數和通識的最低要求 加上兩科選修科 至少滿足最好的六科本科生的要求 才可以考慮進入本科生的就讀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考核的考慮因素 也會考慮到面試的表現 校長的報告 或者他在自己中學裏面 有沒有突出的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學術的表現 拿過什麼獎 或者參加過什麼國際性的比賽 這都是我們考慮之內 去考慮這些學生 是否適合入讀我們生物理學本科生的課程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歷年分數的成績 要達到什麼要求 讓大家參考一個概念 知道要達到什麼要求 才可以入讀本科生的最低要求 而Longer Plus方面的要求 我們都需要通過 例如有GCSE的ARFO 有IB有Z 至少有一個科是一定要化學或者生物 而語言方面 英文也很重要 也要達至上每一個學科的英語最低水平 另一個是第二語言的水平 也要至少 要是中文或者其他語言的學科水平 也要達至最低要求 這亦給大家參考一個圖表 是知道至少以往的Longer Plus最低要求的分數 要達至某個名義水平 或者其他科考試的分數 要去到某個水平 才可以入讀我們心理醫學本科生的課程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參考我們以下的網站 可以提供更多資訊 關於我們課程的特色和入學要求 我們在免書方面也有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網站參考一下 多謝各位